此刻,我正与丧尸同处在一个走廊里 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咬得体无完肤 我并没有摸黑走太久 毕竟撞上丧尸的概率太大 于是我从口袋拿出了水杯的金属盖 清吸一口气,使出最大的力气 将它往最左边的楼道那里狠狠一扔 哐当哐当的声音响彻楼道 左边的声控灯如约亮起 我紧紧贴着墙面 走廊里的丧尸瞬间暴动 朝着那边跑去 我望着那群丧尸 惊出了一身冷汗 趁着这个间隙 我赶紧下了楼 如法炮制 还好我准备的道具够多 在每层楼都用同样的方法吸引丧尸 一路竟然畅通无阻地来到了一楼门禁 我摸出校园卡 正想刷卡出门 突然意识到这样不行 因为每次刷卡通过门禁都会有很大的声音 这样很容易把丧尸吸引过来 还好门禁不算太高 我便想着无声无息地翻过去 然而就在我正要翻过去时 突然感觉火热后一阵站立 有什么东西正向我哭来 是宿管阿姨 刚刚信丧尸时 她在门卫室里没来得及出来 太近了 来不及多想 我直接一个反身 顺势将晾鱼干往前一捅 但我的力道可能不够 眼看着她又一次朝我哭来 在我慌乱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办时 一道风声呼地从耳畔迅速掠过 有什么东西重镇机打在了她脑袋上 木晓 你愣着干什么 低沉的声音响在耳畔十分熟悉 一只手臂用力将我带出门禁 只是刚刚宿管阿姨那一摔 使得对方动物吼了起来 此处楼道间的灯瞬间大亮 我也看清了男人的脸 是江云 不好 快跑 她拉着我的手往外直奔而去 灯跑中 我又隐约听到身后似有一道短促的尖叫 好像有什么人也在紧紧跟在我们身后 回头望了眼 果然见一个女生也背着包从地洞 慌慌张张跑出来 那女生竟然穿了双高筒皮靴 跑动起来在原本寂静的夜里 便显得格外清脆 立马吸引了比我预料中 更多的丧尸围容过来 你认识吗 救不了 丧尸太多了 如果救她 我没把握我们会活着 江云拽着我边跑边凝眉问道 她原是计划趁丧失群夜盲状态时 采用尽量不惊动对方的策略找到我 可没想到闹出这么大动静 走吧 我们抄小道 去体育馆 我跟江云从会玩尼巴开始就认识 这么多年 不说别的关系 但默契这一项还是有的 她似乎计划过路线 七拐八拐地带我跑到了体育馆门口 中途也没有引起动静 体育馆的窗户都被遮挡住了 江云用三长一短的节奏敲了敲门 门很快打开 我们进去后 门又很快关上合拢 这是室内的灯刷的一下亮起 我这才看清 场内占了不少人 还有许多熟悉的面孔 是小莫 天哪 云哥竟然真的把小莫从宿舍带回来了 云哥牛逼 赵鹏惊叫道 小莫 萍萍抱着我哇哇哇地哭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萍萍别哭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三天了 终于见到活生生的室友 我眼眶也微红 摸了摸她的脑袋 好了别哭了 让小莫好好休息一下 这几天 她都一个人 肯定也没事好叫 彤雅拍了拍萍萍 这位同学是 聚拢过来的人群里 有人发问 我忘了过去 发现是江青老师 当天发生意外时 大家就是在上她的魔殿实验课 江青五十多岁 身形高瘦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法令纹很重 是我们麻吉大学校园论坛上 远近闻名的冷夜魔王 手下挂过的学生无数 我一见他 本能地站得规矩了些 哪知 对方却微微一笑 轻声道 平安就好 我愣了愣 大魔王转性了 撇向李萍萍 萍萍看了眼老师 小声而语道 阿江虽然考试上 对咱们严苛了些 但人还是很好的 我忘了一圈 班上原本三十多个同学 到这里的竟然只剩十二三个了 别想太多 先休息一下吧 耳边传来江云的声音 他回到体育馆后 一直紧绷的身体放松不少 只有右手边放置的棒球棍 一直紧紧攥在掌心 我正想开口说话 忽然只听啪哒几声 体育馆另外几处阴影地方的灯光 及二连三亮起